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討論一下這個 少子化的問題 那剛好我現在住在日本 那我也生了兩個小朋友 那恰恰我就是對這個日本 為了這個少子化問題 日本推產出非常多的政策 其實大家有一種迷思就是說 日本的醫療很貴 那在大部分的狀況 那這個條件是成立的 但是在這個生小孩的這個狀態下 那日本是全力支援 那這些政策呢 能不能推行呢 我就會全看政府的嘎吱 大家好 我是北海道女婿Jerry 我現在呢 來到了北海道的美被出差 那我帶了這個小孩一起出來玩 是一個觀光旅行的出差 然後趁現在這個工作空檔的時候 我們再錄一下 來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討論一下這個 少子化的問題 那我看到新聞就是說 2021年 台灣的生育率會變成了這個 1.07% 那剛好我現在住在日本 那我也生了兩個小朋友 那恰恰我就是對這個日本 為了這個少子化問題 日本推產出非常多的政策 從你新婚服務買房 到你這個 這個 生小孩前 生小孩 生小孩 生小孩後 今天針對這些日本的這個 催生的計畫 跟大家報告一下 那我首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日本針對 結婚的這個催生的政策 那首先就是一個這個 生育的駐成金 在日本啊 你只要是懷孕滿4個月 不管你是早產啊 或者是流產的 那都會通通補助42萬日幣來 就是補貼你這個生育上面的一個花費 只要你在日本生產啊 那花費呢差不多就是40萬到50萬日曆 所以這個日本這個生育的駐成金啊 那基本上不會讓你付到任何的這個 醫藥費 其實大家有一種迷思就是說 日本的醫療很貴齁齁 那在大部分的狀況啊 那這個條件是成立的 但是在這一個 生小孩的這個狀態下 那日本是全力support 那這些想生小孩的這一些 夫妻啊 一毛都不用付喔 那另外日本還有一個就是 非常了不起的政策就是 他針對這些很喜歡小孩 但是生不出小孩的夫妻們喔 有一些不孕的一些特別補助 那個政策就是在你41歲以前呢 那總共會有讓你6次的這個 不孕症的治療補助 每次傷限可以到30萬日幣 那41歲到43歲呢 那是3次 每次也是30萬日幣 但是呢如果你的這個年紀比較大啦 超過43歲啦 那這個年齡是針對女性 不是針對男性 那43歲是不補助的 所以我覺得這一個 還蠻尷尬的 所以日本政府針對這些43歲的高齡產婦齁齁 是不想投注太多的這個補助金 然後跟大家報告有針對這些 不孕症這個治療的費用補助的項目 我跟大家稍微簡短的報告一下 那第一項就是有人工受精 體外受精嘛 那這個大家都知道 還有一些第二項 醫藥品 另外一個就是漢方的這個藥帶 那這個聽起來就是讓你補身體啦 把身體補好嘛 那子宮補暖齁齁 那才有機會懷孕齁 那第三項就是裁卵的消耗品 然後第四項還有凍結卵子 就是說你現在可能生不出小孩 把你的卵子凍結起來 也是可以就是 攀在這個不孕症治療的費用裡面 那第五點我覺得非常的棒 那現在人生不出小孩 其實都是壓力太大 那之前我在台北上班 其實很多的同事啊 其實很年輕 但是生不出小孩 我覺得總結的原因就是壓力太大 其實我生第一胎的時候 花了兩年的時間 那其實總結就是 生活壓力非常的大 那我回到了北海道之後啊 生這個第二胎啊 一發就出了命了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孕婦啊 甚至是這個父親這邊啊 身體、身心靈啊 都要保持一個比較輕鬆的狀態 比較容易生出小孩 尤其啊 快要過年啊 這些新婚的這個夫妻 或者是 長期生不出小孩的這些夫妻啊 親戚、長輩啊 不要給太大的壓力 放輕鬆齁 就容易生出小孩 對不對 所以呢 日本就這個 推出一些治療費用 摩扎 摩扎 然後還有整腹施齁 這些費用齁 都可以報上不孕症治療的費用 然後六七箱就是 交通費跟醫師的介紹料 那綜合以上啊 就是日本啊 真的是 無所不用其極啊 就是要把小孩啊 吹一聲吹出來啊 那我分享一下 我生出小孩的一個小撇步啊 我生這個連軍啊 也花了兩年的時間啊 那我們 每個月啊 早也做啊 晚也做啊 做的這個 身心俱疲啊 做到那一檔事都會覺得很開心 那後續的我們就放得比較輕鬆一點 生出連軍啊 其實我們去跑到台中的一家 大酒店 五星級酒店出生的 那就是因為去飯店 然後飯店又很乾淨很漂亮 然後buffet又非常的好吃 那一個晚上啊 就是很努力的這個做小孩之後啊 之後才生出這個小孩 所以我覺得大家生小可以換個環境啊 不一定要在家裡面 可以到汽車旅館啊 到飯店啊 或者是到這個海邊度假村 放輕鬆 就是我給大家的一個小小的建議 然後在你的努力不限 終於懷上了小寶寶之後呢 日本政府就會提供你一個 媽媽的手冊 那另外也會提供你 14次的免費參檢 那我以我老婆的例子啊 差不多之後可能15、16次參檢完之後 就準備要生小孩了 所以基本上在產檢的這一段過程喔 不用付出太多的這個金錢 那剛剛有講出這個出產首當就是 42萬日幣啊 那我們現在講到就是 日本的產假 日本的產假總共有98天 大概是3個月 請假的時間是 產前的6週到產後的8週 這段期間都可以請產假齁 那請產假的這個薪水啦 在日本這邊是三分之二的薪水 與我所知啊 台灣的產假是兩個月 全新 但是日本這些產假比較長 所以這些折衷下 我覺得台灣跟日本這邊 對於這些產假跟產假的這個薪水 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那日本針對這些育兒啊 你生完小孩啊 生完產假之後啊 你不想回到這個職場 你想照顧小孩 日本有推出這個叫做 育兒休業給付金 就是6個月你可以領三分之二的薪水 那6個月到12個月 那你的薪水是補助二分之一 也就是你一年之內 至少有二分之一的薪水可以拿啦 那這段請這個育兒休業補助的期間的 後生年金跟社會保險是不用繳納的 那日本還有延長到一到二年也可以請假 那這一段期間的薪水是零 但是後生年金跟社會保險 一樣是不用繳的 那有些會問啊 日本這麼高壓這麼社畜的國家 有人敢請育兒休業這個補助的假嗎 其實很多公司啊 會把這個去年有多少員工 有請這個產假 跟這個育兒假的比例跟人數都會寫出來 以我的觀察啊 沒有小孩就沒有員工 這些企業也是在割在擋 所以呢 這些企業是越來越贊成 有這些補助的政策跟育嬰假 給這些孕婦去照顧小孩 畢竟少子化 對任何國家來講 都是一個國安危機喔 那育嬰假呢 不只就是只有給女性請 其實在這個日本這邊啊 也越來越開放讓男性請這個育嬰假 畢竟養小孩啊 是父母親雙方的責任 絕對不是女方的責任 那就我一些觀察啊 其實在日本的企業啊 也越來越贊同這個男性來請育嬰假 然後呢 這個請育嬰假 當然不是女生的專利啊 其實在日本的這些企業啊 越來越多的這個 父親啊 也越來越感情暈假了 所以這個 父親跟母親啊 都要同心協力 把這個小孩 養育成人 那另外一個政策呢 就是日本有推出叫一個 兒童首當 就是兒童的補助金啊 那簡單就是 0到3歲 日本會每個月補助 15000塊日幣 然後3到16歲呢 每個月會補助1萬塊日幣 那按照這個 數學的公式計算啊 你小孩從0歲到16歲 日本政府總共需要給你 198萬日幣的兒童首當 那其實養育小孩啊 其實有非常多的費用啊 比如說奶粉錢啊 嬰兒用品 嬰兒推車 真的是一樓一樓真的非常多的東西 而且小孩 長大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你的衣服 褲子 鞋子啊 我跟你說啊 真的不是三四個月一季就要買新的 那有了這些補助呢 我覺得就是 不無小補啦 可以減輕這些父母親的一些負擔 那接下來就提到這個 日本針對少子化的一個 教育補助政策喔 日本主張的教育費用是來 國家來負擔 所以呢 0到16歲呢 日本的政策就是 讀書 不用錢喔 不用錢喔 但是你要負擔一些 比如說雜費啊 或者是這個營養午餐的費用 那就我的例子來講啊 那我的小孩現在在日本念 公立幼稚園 每個月的這個 幼稚園的費用大約就是 五千塊日幣以內喔 那我曾經 小孩也在台灣念過這個 公託幼稚園呢 那台灣的公託費用 每個月是 九千塊台幣喔 那換算現在會差不多三萬六 所以在這個 幼稚園啊 公託的費用上面 日本真的是大勝 那六到十五歲就是 小學生到了中學生 這個階段呢 那學費也是免費的 那日本有統計出啊 就是說你要負擔的這個 教科書的費用 或者是學用品 學校的營養午餐 跟這個畢業旅行的費用喔 年間啊 大約就是十萬日幣左右 換句話說呢 你對這個教育的支出啊 一年是十萬日幣 剩下的都有國家來負擔 但這期間呢 其實你還有在領日本的兒童首當吧 那你如果你是三到十六歲呢 其實你每個月還有一萬塊日幣 這個兒童首當可以領取喔 那結尾就是 讀書不用花到什麼錢 日本政府每個月還補助你一塊塊日幣 那呢 另外一點呢 其實前首相啊 安倍晉三有喊出過喔 連這個大學生的學費啊 都有國家來支出啊 那其實不幸啊 這個前首相被 corona激化啊 下台喔 不然 日本政府啊 這個0到22歲啊 學費全由日本政府支出的夢想 搞不好就會實現喔 那在影片的最後呢 我想給大家一些觀念喔 其實這些的費用啊 每年別租的預算都是上千億的啊 那這些費用怎麼來的 其實費用就是從人民的消費稅來的 日本的消費稅從5%調整到8% 到目前的10%多出來的5%的費用 就是給這些少子化或者是一些老年的補助 那我知道目前台灣的一些少子化政策 跟一些老年政策 其實沒有太多的這個政策推出來啊 大家喊這個少子化是國安危機啊 在我的感覺好像是嘴巴說說 那其實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財政預算 所以每個政府都要找錢 那總歸一句就是要加稅 如果國家認為這是一個少子化政策 那就要拿出你的蓋齒來加稅 而不是像台灣目前我看起來 減稅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那當然減稅你開心我開心 大家都開心 但是國家的政策這個稅收 由誰來支持呢 我覺得有的時候啊 真的要深深的思考一下 減稅就是一件好事吧 這個加稅跟不加稅啊 都會引來這個很多人贊同 跟很多人不贊同 但是畢竟這堆這個想生小孩的人啊 在這個社會上畢竟是少數 那這些政策呢 能不能推行呢 能不能這些增加的稅 補助到這一些想生小孩的父母身上啊 我覺得全看政府的尬詞 畢竟這一票呢 其實在台灣的社會 我不能說是弱勢 他們絕對也不是弱勢 但是絕對是少數 但是少子化 絕對是國家的政策 絕對是國安的危機 我覺得政府不能只看民意 真的要拿出尬詞 把這些真正要推行的政策啊 全力執行下去啊 不要把所有的問題都推給民意 那其實在盡頭前面這個 被害到女婿的粉絲 我相信很多人希望我 講一下一個 台字雙方的一個差異啊 那其實我很少拍這樣的影片啊 因為我每次拍這樣的影片啊 都引到啊 正反兩方的 對我的攻擊 跟這個贊同啊 其實我很不喜歡這樣子 但是 其實我的第一個小孩 在台灣成長大我三歲 那我最近又生了第一個小孩 所以我對 台日雙方這邊 對於這些 小孩的補助我非常的理解啊 今天真的是有感而發 所以又拍了這支影片 我相信會引到非常多的 一些正反面的意見來攻擊我啊 但是無所謂 我覺得這是我的觀察 那我覺得日本對少子化的政策 真的推展出非常多的方針 那我不是說他推展出這麼多方針 就有很大的改善 但是我覺得日本政府是有重視 這一個問題 那我在台灣看到的就是 少子化是一個國安政策 只是在嘴皮上講一講而已 根本沒有提出過很多有利的方針 經費上面第一個就是加稅的問題 我相信任何的執政黨跟債黨都不敢提 但是我們這些選民都在看你們 真的能拿出不錯的政策 讓這一個台灣更好 讓這些新婚的夫婦想生小孩 生不出小孩 都能把自己心愛的小孩生出來 那其實我生了兩個小孩啦 那雖然很多時候真的很想巴而已 但是大夫婦的時候 我也覺得感到蠻幸福的 就是看到小孩做出一些無厘頭的行為 或者是很窩心的擁抱 讓我覺得生這兩個小孩 對我跟我老婆都是非常值得 非常...怎麼講 就是一個甜蜜的負擔 我願意有這樣的一個負擔 我越講越沉重 那如果你喜歡我今天這個主題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不管是日本好的政策 不好的地方 我都會一一的跟大家 用很客觀的角度 數據的角度的跟大家報告 然後我一直以 我是一個創業型的Youtuber來自居啊 那我比較不以這個衝流量 或者是想當一個非常紅的網紅 那在日本創業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雷區跟黑暗面 那我在一年之中有非常多的這個體驗到啦 那如果大家對這一方面有興趣呢 那也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日本創業的黑暗面 跟一些收到不平等對待的地方 我在跟大家報告 那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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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部分 等等 你好嗎 我們可以看到 嗨